苗栗密27岁理性男子 他为了钱和多年同窗好友发生了扭打 他把对方推向冰箱 就头部剧烈撞击致死 他事后还把人送医急救 更谎称说是他自己跌倒的 不过其实他是为了钱 亲手把同窗好朋友给杀害 被捕之后呢 警方压他回案发现场进行模拟 思真母亲呢悲痛难耐 还一路追打凶险大骂太没良心 死者母亲悲痛追打 没有想到儿子的多年同窗好友 竟狠心打死自己的儿子 理性男子因为债务问题 和死者发生扭打 戴心男子被凶险推向冰箱 头部剧烈撞击 全身是血被紧急送医急救 这时候的戴心男子生命迹象微弱 即使医师急忙抢救 仍伤重不治 他喝帽人家在大口他不怕事 会喝到水水溜 我把它沾会收起 回到一开始 凶险头戴安全帽 手戴手铐 被重重的简历压解回案发现场进行模拟 但死者的家属气愤难耐 严路追打 死者和凶险是同班同学 疑似理性男子多次让死者借钱不还 双方发生口角之后开始扭打 休闲把死者推向冰箱致死 让死者的母亲悲愤难耐 中天新闻彭志明苗栗报导